方子静解下斗篷 披在卢元肩上 道 孩子 你竟离开奴仓 已闯过朝廷万军 你又回到了尘世了 卢元茫然张嘴 道 尘世 方子静轻抚他的面颊 轻轻喊手 却没回话 卢元低头去看那婴儿 就见他小脸泛白 呼吸声势急促 额头上的伤口 净着雨水 竟已发泄高手 卢元又惊又急 他眼望方子静 面露囚肯 喊来道 千杯 请你救救这孩子 方子静眼望卢元 淡淡地道 为何要求我呀 你自己不能救他吗 卢元身子一阵 喃喃地道 我救他 方子静拾起袁猛泽 交到卢元的手里 轻声道 孩子 我只能陪你到这里了 剩下的路 你必须自己走完 他缓缓起声 零行前最后一眼回望 声音变得十分柔和 嘱咐道 最后我的旅程 也许很苦 也许孤单 但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必须自己一个人 独自把他走完呢 方子静走了 卢元泪水滚落塞边 他望着手里的袁猛泽 双肩轻轻颤抖 旷野中 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以及那高烧不退的婴孩 卢元仰天大哭 他抱着那孩子 拾起了包袱 开始人生 最后一段旅程 再会了 孩子 即将隐退的方子静 藏身属从 目送荒野里的孤客 向他轻声道别 曾有一个人 他不属于朝廷 也不属于怒藏 他独行于天地黑白之间 他是最后的圣光 孩子 你必须把自己选择的路 走完 你才能找出自己的道 卢元怀抱婴儿 勾楼前行 眼前水起渺茫 旷野中分不清东西南北 心里很慌 很怕 不知该何去何从 投入怒仓之时 只想把孩子交给别人 从此自己无时宜申请 便又可以回去京城 和爱旅长相厮守 如今孤身行走荒野 非只期待落空 心里破灭的 还有好多好多 泪水顺着雨水垂下 脑中盘旋的竟是王氏 当年 秦仲海深夜寻访自己 两人在土耳山 一同仰天长啸 结为生死模拟 后来西江出生 京城大乱 两人一同经历了多少故事 如今 这些义气与有情 成了一道刻骨铭心的硬迹 永远留在自己的额头上 卢元泪流满面 望着怀里的孩子 他惊觉自己在哭 那孩子 却没哭 他快死了 小脸发紫 高少鱼刀上让他冰冲 再不给他整治 这孩子必然撑不过经验 卢元醒了过来 眼前迷蒙的景致 全数清晰起来 打在身上的叫雨水 踩在脚下的管泥掌 怀里孩儿 咬持药 在这冰冷的大臣 佐世中 倒在地下 这只有两种人 乞丐 与弱者 此刻别无选择 他必须以这个肉身 面向天地万物 把长剑附回腰签 自己拥有八尺高的魁梧身材 还能遮蔽这个孩子 卢元将婴儿 收在衣经里 让他借着自己的体温取暖 傻时双足卖力 向南飞奔而去 天水城里有许多药铺 那是他的第一站 智容生行 面前的电招 写着几个俗词 大鱼里的药铺 看起来很冷清 里头没什么人 卢元躲在街角 隐身在贪车杂货之后 偷眼看着石杖之外的生行 那里面有解救 婴儿性命的伤药 也有滋养润身的人身乳龙 心里没有豪情壮志 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为孩子拿到药料 卢元取出包袱里的银票 不由低谈一声 这些银票打着 长周之周的大应 一旦送入银铺兑换 身份极有可能泄露 该怎么办呢 身上除了银票别无碎银 这口袁梦泽形状古捉 俗人怎知价值不费 行起吗 可一铁伤风药 便值得拌两个银子 一时半刻 怎凑得起呢 对街一处酒楼 仍生喧哗 里头高棚满座 湖光交错 那里有许多富贵人 或许也有不少善心人 卢元咬住了牙 他使出轻身功夫 偷偷摸摸地奔将过去 眼看窗边 有几名男女 正自高摊库论 看来是对夫妇 与一对年轻男女 卢元满身雨水浮在窗下 偷眼瞧向店内 他抓起脚边的石块 扔向店内碗柜 当然声响中 打破了碗盘 临窗内住的四名客人 吓了一跳 同朝响声来出望去 卢元咸急不可思 快如闪电地送出婴儿 放在桌上 起身送人 扶身爬倒 全在刹那间完毕 他滚到另一处窗下 伏地偷听说话 诶 这是什么呀 到那来的呀 一个稚气的声音问道 一名少女解释了 这是个孩子 同桌四人面面相觑 满心迷茫 都不知这孩子 何以猫将出来 那对夫妇同声喊叫 霍姐 霍姐 你来呀 火鸡的脚步声响起 那夫妇齐声道 这是谁家的孩子 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火鸡的声音很是茫然 何以想见她面上的疑惑 听她道 啊 我也不知道 可真怪了 暴走 暴走 告什么嘛 脚步声在响 那桌死人又说句话了 病死什么也没有发生 卢元抿住嘴角 一颗心往下沉 他知道 那孩子未被收留 忽然间 远处有传来掌柜的惊叫 干啥干啥呀 这病成这样的小鬼 你还送来鬼谈 想讨会去啊 去去去去 火鸡的脚步声在一起 来到了店门口 那婴儿给装入了木箱 又给放到了地下 小小声子下 垫了火鸡单薄的外衣 那人无奈的神情 让卢元想起了 克莱轩的自己 卢壮元低头捶泪 躲在远处 偷眼望着 孤寂将死的大嘟嘟医子 行人一个个路过 不时有人停步查看 待见了孩子 紧闭眉目 面色贩子 匆匆惊呼起声 悬起离去 壮元大人心如刀割 山药铺明明便在隔壁 却无法解救那婴儿 他吃吃守候 默默住导 就盼有个好心人 能带走这婴孩 带他过去问诊 终于 元云众生中 来了一个人 那是个企儿 只见他蹲在那孩子身边 嘻嘻笑着 他左右瞧了瞧 舔了点蛇 好似要抱他起来 大千世界 卢元发起抖了 他惊恐万壮 煞事飞不过去 抢先夺去过那孩子 那企儿慌张不已 喝道 你干什么 这块肥肉 是咱先瞧见的 卢元发怒了 他举脚一踩 将木箱塌为粉碎 又将那企儿 踢滚开来 跟着大踏步迈出 直朝生药行走去 生药铺的大门 向两旁撞开 一名短须男子 怀抱婴儿 静静站在店家面前 圈子将死 赶紧掌柜次要 卢元深深吸了口气 这样说着 掌柜瞧了他的短须 又看了看他怀中的婴儿 倒也没有大声嚷嚷 只拱手道 哦 至荣生行 开步三十年 药材千百种 应有尽有 客观要什么呀 卢元见他神态 颇为清和 心里阴影生出希望 赶忙坐一倒 啊 婴儿吃不了丹丸 酒定 如有外富高际 清赏一切 如有内富露水 请再给些 药者八行 约汤 丸 散 高 丹 酒 露 定 掌柜听他术语精准 不由欧了一声 喊说道 哦 客观倒是行家 不过 生行只卖生药 没有方定啊 卢元深太平静 清晨道 不打紧 油药便好 请天家给我捡 三两赤石纸 二两韶药 二两山药 令冰糖 桑胜 干柚子皮若干 令被 玉竹 艾叶 地骨皮 地黄 牛黄各一钱 再替菜下准备半桶羊两 卢元一连说出七八香药名 内涵 君臣 祖史 内他外夫 可说一应俱全 殿家听他说的精熟 不免有些心惊 道 哎 这许多药 你都会用 卢元道 赤石纸 玉竹 帝皇 这三瓶 直血强星 最有奇效 劳烦赤石纸 捡粘土云形的 木药粉散 玉竹粗大为家 那掌柜干笑一声 道 真是行家呀 他打了打桌上的黑木算盘 微笑道 一共十五两银子 卢元听他要钱 只是目光晦涩 不言不语 那掌柜咳了一声 又道 客官啊 一共十五两银子 卢元别开头去 扶摸那孩子的额头 低声道 再假设朝廷官员 恰巧失落了钱包 竟然全切让我失一回 掌柜摇头道 对不住了 世道不尽了 咱受不了 这样呗 您右手都不变 咱这场生意不断钱 药材本金 共计十两半 我赔给你 算你十两 他不再多说 换来伙计 二人忙前忙后 一人在柜里抓药 一人到后院挤奶 那掌柜笑道 啊 羊主算是送 不守客观银两 卢元听他说的客气 反倒抽出去了 他本已打定主意 只等一会儿下手行抢 哪知入门一见 那掌柜刻起本分 并非势力之徒 反倒僵住他了 卢元沉吟良久 兴道 世人百态 并非人人皆是良不之徒 我又何必试试地方呢 他深深吸了口气 当下也不逞胸 自从怀中取出银票 递了过去 劳家店家 同理队营 故步本票 驾同黄金 卢元手上拿的 绝非寻常非营 而是户部衙门签发的 正本银票 长州之州的 官奉月强 店家惊呼一声 拿起银票 谢谢观看 票子百两一张 打得更是户部衙门的大印 来人学养不俗 其余非凡 果然是顶待在身的朝廷要员 卢元淡淡地道 掌柜爷 在下与您兑现 一百两换你三十两 如何 天大的好事 飞上门来 那掌柜的自身 目瞪口呆 慌道 这位公子啊 营谱计辞不远 只在城东转角处 您为何不自己去队呀 卢元低头垂目 清诚道 在下不方便过去 那掌柜兴下野灵 留上了神问道 哦 不方便 啥意思啊 卢元抱起婴儿 淡淡地道 阁下莫要多问 你若有一队营 在下感激不尽 耳听火戒临声催促 那掌柜的却不急着答应 只是上下打量卢元的行貌 反复沉吟 卢元倒也不怕他看 只是闭目不语 过得半晌 那掌柜可道 这样呗 票子是真是假 咱也分不清楚 宁静不便 亲自兑现 不如啊 小人听您过去 真竟不怕火炼 票子若是真的 咱硬两鹰子 也不吞雾 赵家算个宁 但若是假的嘛 休怪我哄你出门了 此人正值公道 毫无诚人之威的念头 倒是难得一见 卢元行恰大喜 忍不住有些感激 眼看的掌柜 从柜台后头匆匆奔出 与自己擦肩而过 卢元拉着他 道 且慢 那掌柜面色一变 道 可乖 还有什么吩咐吗 卢元微笑道 没事 在下只想谢谢你 那掌柜咳了几声 却没多说什么 自朝门口匆匆奔去 卢元从伙计手中 接过药包 又吩咐他 提捅杨卢过来 他娶过牛皇侍卫 但绝苦中带肝 却是上平无一 那牛皇乃是牛脂胆囊的结块 专用以强行镇静 解毒悠有其笑 他先放入嘴里嚼烂 便又为了婴儿吞噬 可那婴儿失血甚多 气血虚弱 牛皇自然对症 药分均成足矢 那羊乳温和便是作食 卢元进堂中锅产俱全 当下取飘咬水 生火煮水 一会儿先把玉珠烫熟 再将商药熬为汤汁 混入羊乳之中 好供婴儿饮用 忙碌一闭 卢元仅已坐下 面色平和 自在额肩伤口涂抹生药 他将婴儿抱上膝头 嘻嘻去看 这见这孩子仍在熟睡 红扑扑的脸蛋上是安详 只是那眉心正中 却和自己一样 留下一道婴记 人生到了这个处境 也不需要再思索什么 卢元端过了火盆 怀抱着孩子 爷儿俩静悄悄地 烘一个好火 等着锅里热水沸腾 身子暖乎乎地 慢慢地眼皮渐重 一腰熟睡 突听 脚步声洒塔 几人嘶声呐喊 人在哪儿 人在哪儿呢 卢元惊醒过来 听着蒙买传来掌柜的声音 仍旧在里头 你们快去瞧啊 卢元张大了嘴 外没料到那掌柜的 好端端的 竟会去衙门通风报警 他面皮发颤 回头望向国界 竟已经是逃得不见踪影 弱大的堂上 只与自己孤身一人 就是他 银票就是他的 店门口的声音又跳又叫 数十名官差 手持气血 已然涌了上 听得官差 抱和连连 啊 左来人抱上明来 为何会有 长州之州的银票 门口官差 提声赤鹤 这一幕当真熟悉之志 从那年的落榜逃犯 一路成为大亏天下的状元 唯一不变的 仍是那炎凉事态 与自己悲凉眼神 如原目中含泪 他左手环抱婴儿 低头面向滚滚飞水 如速如气 轻声呼唤 神奸 神奸 众官差 面面相须 都敢疑惑 只见 面前的短续男子 口尘轻动 喃喃子语 对门口的摆来人 熟视无睹 看他一手抱着孩子 另一手 却拿着锅铲 自在那儿 煎药烧水 一名官差 黑了一声 喝道 哼 问你话的 没听见吧 他耐不住烦 当即举手去抓 猛听大唐 传了一声怒吼 药还没煮好 啪的一声 袁孟泽连剑带翘 打出 脆响传过 那官差惨叫一声 手骨已被打折 当场滚落在地 卢源目光狠恶 漫步学死 过了半场 他放下右手里的长剑 眼神转为温和 他取过汤满 到了半碗羊主 又把药咬入了碗中 静静搅拌 就见 他怀抱婴儿 鸡身哄弄 乖乖 咱们吃药了 百年孤寂的旅人 手拿汤食轻轻摇搅 看他目光茫然 一切举止 都是慢缓缓的 一无逃跑意图 二无惶恐神态 好似失心疯了 灯让官差看傻了眼 过得半晌 汤药烧凉 那旅人终于轻摇一瓢 送到了口边吹了吹 低头去为那婴儿 旁若无人之志 还看什么呀 快押得回家 陆然间 几名官差急急奔来 伸手朝卢源抓路 卢源不言不动 随手抽出云猛泽 耍得一声金光暴闪而过 铺中的瓦关药坛碎了一排 余波索急身边一面砖墙更易坍塌 露出了隔壁饭堂的大堂景象 吓得中官差跌落一地 那掌柜又惊又怕 慌道 啊 完了 我的店呢 堂上的孤影缓缓站起 他目光黯淡 垂手望定 落寞的身影 环抱婴儿 手中却紧没长剑 中官差慌张起来 逐步向后退去 隔壁几十名客人满面惊恶 都在望着药铺里的短续男子 中官差惊怕之余 竟无人敢踢刀载上 卢言见无人打扰自己喂药 便又把长剑放回桌上 默默无语中 拿起手上汤匙 张嘴阿生 终于喂了那婴儿一烧 只见孩子咕噜噜地吞下汤药 那药的苦味 给羊乳与冰糖挣住了 入口居然田中带香 那婴儿吃的鱼月 虽然发烧带病 小嘴却又是张开了 卢言兴下甚喜 又咬了一瓢起来 正要在位 门口再次传了脚步声 此时官差都已退去了 来人脚步声成款 必是廉价子无疑 只见三名黑衣精装的男子 走了过来 郑中一人手持银票 冷冷发话 问道 阁下可是卢之舟本人 卢言没有回话 只默默吹着池上热汤 又喂了那婴儿一瓢 黑的一声 对方抢先动手 冰镇破空紧急 来的是红银枪 卢言双目泛红 鼻梁怒痕大线 煞尸也扒尖出来 回了一周 一声闷哼传过 对方的红银枪 竟被砍成两截 枪间断裂 道撞反弹 弹中那人的手腕 一时鲜血四溢 卢言将长剑放落 再次去问那婴儿 竟连一步也被起身 寂静无声的大唐 卢言功夫闲路 正视了局面 手上的黑衣男子 退了开来 剩余的两人手持钢刀 一余不怕 听刀宰上 这回一左一右 连魅出招 黑哈大响爆起 三兵兵刃交手 双刀对孤剑 叮当乱响中 双刀变四刀 又被薄剑斩成两段 一名黑衣人倒下滚开 另一人尖头冒血 仓皇后退 卢言身子晃了晃 他斜目看了看众人 自在那婴儿脸颊上 轻轻亲吻 跟着取出牛皇 搅滥后 再次送入他的小嘴 目光极是温柔 毫无杀气 仓皇的后退声响起 沉重地踏地声过来 药铺里沾着 九尺高的象星巨汗 背后另缩着 两名黑衣人 一人高手 仅是高天成 一人短小 却是高天叶 正中那座铁塔 自是撒谋无遗 高天叶冷冷地道 卢言 玉玺不在怒桑山上 可是在你身上吗 卢言自知大仙将至 低声求恳道 玉玺给你们 请主位饶过这硬行 高天成望向三哥 听他事想 那臣探子语气冰冷 摇头道 卢大人别为难我们 不如大家打个商量 请您把婴儿与玉玺 一并交出 咱们可以替您 遮掩今日这事 以后朝廷上 还好见面 怎么样呢 眼看卢言既不点头 也不夭手 高天成对卢言颇有敬重 也来劝解 庄元大人 皇上有旨 谁能不从呢 您这有事何苦啊 趁这事情还没传开 早些投降吧 卢言默默捶手 忽然间 他口中爆喝一声 左手怀抱婴儿 连人带剑扑了出去 只想撒摩杀去 这招驴儿滚不是剑法 却是出自 陆孤瞻传授的 无双连拳 专攻对手下盘 砰的一声 撒摩举脚踢出 局势高手 何等武艺 力道灌入 卢言的身子飞了起来 重重装在柜台上 药灌坠落 通通摔到身上头上 卢言趴到地上 粘力护住了婴儿 瓦戏散落 沽碗药包 玉玺包袱 滚得满地都是 卢言趴地如洞 物资挣扎不休 高天成年轻热血 把他的惨状砍入眼里 当时面露布人 劝道 卢大人 连弩苍山也投降了 您这又是很苦的 卢言口吐鲜血 倒在地下 双目物资圆征 撒摩胡侯一声 一脚重重踩在他的背上 又背得 卢言再次喷血 高天成 高天叶 则在瓦罐队里 辅上寻找 要把那玉玺搜僵出来 啪的一声 卢言趴倒在地 面前坠落了一本书 正是无字天书 却是高天叶 从包袱里搜出来的 这神探子子要玉玺 对其他物事 看也不看一眼 入手便扔 那天书摔在卢言眼前 书叶摊开 火盆翻倒 烧红的木炭落在书上 转眼便会起火 卢言自知要死 只向睁眼望着 万三的目光里 浮起了秋日斜阳 在扬州的白花树下 他看到了 顾家小姐的倩影 卢言目光呆滞 口言横流 一无奋惠 二无悲伤 只等自己尽了职责 便能放手离开人间 眼皮见重 面前的侧子 给炭火烧烤 忽然荧光闪动 浮出了夜明珠般 耀眼的一十四个字 没有什么是非与坚持 那是一股 让人震慑的永利 昆仑见出血汪洋 千里之躯 黄河黄 卢云双眼睁得老大 读着剑神 卓灵昭最为得意的 两句真言 他茫然观看 赫然纸面 夫妻两幅 荧光图画 第一幅图 会着一名男子 只见他双手持剑 回转身形 手腕一道剑头 是以内袭 从汽海连贯寻关 直至手腕裂雀 第二幅图 也会了一名男子 却见他跨坐马步 剑至腰脊 那气剑 却由丹田经肩颈 直抵晚间诸穴 旁书 剑浪翻脚 摇齿随波 便在此时 萨摩脚尖一踹 将卢云踢翻过来 大手却往卢云 怀中的婴儿抓来 卢云 阿牙一声大叫 翻身跃起 想也不想 放脱了婴儿 让他滚到自己脚尖 跟着双手持剑 伸着一个回旋 直向萨摩砍去 双手持剑 内力全处贯入 云梦则剑感应到无上怒气 堂中流水声波 嗡嗡之声不绝于耳 只想撒磨疲去 这妖魔吃了一惊 双足一点 相互变善 卢云不加理会 咬牙怒视高天威 脚下马步跨开 横剑斩过 这剑上下颤抖腰摆 硬耀着云梦幻光 宛如滔天大浪 众人见了这等剑法 无不大为差异 高天叶惊道 啊 这是剑浪 你 你是昆仑的人 卢云跟不打话 双手持剑 寻身斩下 高天叶急忙向后避开 卢云马步跨坐 横剑劈出 再次发出滔天巨浪 高天成大吃一惊 连忙以腰刀来挡 挡的一声响 兵刃已被云梦泽斩断 卢云得理不扰人 左足遁地 身转旋风 随即飞脚扫出 正中高天成胸口 喀啦声响传过 肋骨折断 高天成已然翻到重伤 这一招却是 无双连群的回风登腿 混入尖招来用 时让人防不成防 卢云怀抱婴儿 抄起经书 将玉席举脚一踢 毕幽幽的玉石 滑骨绿营 飞上了板桌 敌我双方对视不动 各与方桌相聚无耻 萨摩高家二将 与官差胡适淡淡 都在等着抢攻 正于此事 店外又传来脚步声 第三批高手赶到了 想来必是对方的 手脑仍无疑 说也奇怪 陷入了绝境 心中却没有分毫悲伤 只有一片寂寥 陆远心里明白 自己什么都没了 他选了情众爱所说的 第二条路 顶带 情人 朋友 全都没了 此刻不同于西江血战 也不同于流浪卖面 眼前已经没有路走了 只有一路打下去 打到底 打到死 傻呀 举脚重踢 玉玺连同板桌飞出 众官差无不伸手抢夺 卢元发疯野色地冲向众人 手中长剑竟在突刺冲锋 那是战场上的长枪招式 没人会拿来应用在柔软的长剑上 玉玺飞上半空 上到这间 卢元面前的万物 好似凝结一般 这剑 萨摩巨大的重拳 让过来剑刃 朝着自己面门打来 转瞬间 并会把他的眷脸打得粉碎 两旁十来柄刀枪斩向自己 怀里的婴儿因为惧怕 已然哭叫起来 轰的一声 要不旁的墙壁破开 一道一锁当空直飞 墙先卷住了玉玺 跟着板桌横挡过来 隔开了低我双方 卢元茫然之中 已被一只手拉住 当下顺势滚出店外 店外寒风冷雨 一人双手托住卢元的腋下 急速拖转 那人身形不高 卢元给人托着 两脚雾子推的底下 他心下迷惑 不知还会有谁 出手解救自己 眼前这人比自己矮了半个头 手上力道甚是微弱 却是有谁 有这个胆识救人呢 在这最后的旅程中 出现了意外的过客 卢元凝目望去 眼前的人身穿梭衣 遮住了曼玉的身影 她非但是个女子 还是个血白貌美的女子 正是人称百花仙子的 狠辣姑娘 狐媚儿 卢元睁大了眼 茫然道 你 你为何要救我 狐媚儿不理不睬 将卢元抛了下来 尖叫道 笨蛋 谁想救你了 姑娘只是顺手拉开你而已 想要活命 自己找出路吧 她无暇理睬卢元 便自逃窜而去 背后传来高天野等人的呼喊 妖女 你莫想独占功劳 把玉玺揪出来 卢元不知这妖女 为何要救自己 她既迷惑又孤单 眼看狐媚儿窜入小巷 不及深思 怀抱着婴孩 便随着救命二人奔跑 那巷弄狭窄 以及 警容一人奔情 狐媚儿手握玉玺 狂奔而出 她接连转了几条巷弄 已然甩开了追兵 正经魂俯定间 回头一看 那卢元竟然 颈椎不测 一路跟在自己后面 狐媚儿不由慌道 大家各掏各的 别唱我 走开 走开呀 说着 拿出扶尘 接连驱赶 这是卢元获出的性命 扶尘几次扫到面前 都当扫帚一般 全然置之不离 狐媚儿翘脸惊白 娇声怒骂 你想做什么呀 姑娘这是一个好心 顺手拉开了你 你别颤着我了 烦死了 说着 举脚踢出 要将卢元踢开 卢元没有闪避 腰间硬生生受了她一脚 她身有内伤 傻是猴头一甜 忍不住喷出血来 她蹲在地下 凝望着狐媚儿 低声道 狐姑娘 我 我没地方可去了 说着 可谐不止 狐媚儿打亮面前的男子 只见 他那双眷目 带着恳求之意 似要自己带着他逃走 狐媚儿见他一点狼狈 怀里又抱着那名婴孩 十足似的可怜模样 他越看越是心软 可一行起背后的追兵 却又不免害怕起来 赏识尖叫一声 转身便逃 卢元满身雨水 竟又追了上去 狐媚儿停下步来 尖叫道 温神 你别忏忏我了 快快给我走开 他伸手去对卢元 偏生这书呆子又不肯走 两人拉拉扯扯 那玉玺在怀里一个不稳 竟然坠落下来 卢元野鸣手快 抢先接住了 却把玉玺收入怀中 驻足不动 狐媚儿挨压苦叫 还给我 还给我呀 卢元摇摇摇摇摇头 低声道 请你带我一程 就离开天水 两人便这样相互凝视 狐媚儿气急败坏 正要取出应真对方的 忽然背后脚不成大响 听到高天叶大声喊叫 狐媚儿 大家一人一件功劳 与其归你 小孩归我 简直有份 你别太自私了 追兵赶到 布玄种又是一场豪杀 狐媚儿怒气冲冲 身足往地下重重一顿 奸声道 算你狠 跟我来吧 卢元面露喜色 当下迈不追去 可怜这位沧海漂泊客 无助之间 竟把人见仍怕的魔女 当做了救命父母 其实 狐媚儿哪有什么好行 前前卢元一入天水城 狐媚儿早已发掘他的动机 之后一路跟随 只想下手毒杀了他 再把玉玺夺走 谁知他躲在暗处 把卢元种种苦壮看住眼里 居然让他心怀不忍 伸出了迟疑 后来 卢元与萨摩等人动手 狐媚儿司机抢走玉玺 眼前卢元便要哼死 只因心中一软 这才顺手救了他一命 却没料到 一个手剑竟为自己招惹了瘟神 两人一路奔逃 狐媚儿熟悉天水地势 所行全是巷弄小径 不久便从城内穿出 二人沿着城郭逃难 有过树里 眼前已是一片严笔 杳无人言 狐媚儿却从一处 严缝钻了进去 看西北苦寒之地 百姓往往铸穴为潮 此地正是一座 废弃不用的摇穴 卢元慌忙随入 只见洞内昏暗 不见人影 当下低声喊道 狐姑娘 狐姑娘 你在里头吗 华生未必 陡然间风声紧急 以兵浮沉当头打斗 卢元听风辨位 身子未测 伸手向前一抓 靠着无双连拳硬笔起诉 竟将浮沉柄 抓入手中 正要夹手夺过 却顶狐媚儿冷冷道 你别不是好歹 我只要机关发动 历时便能杀了你 狐媚儿的浮沉 满是阴毒把戏 又是毒针 又是迷香 号称救命三连环 当年杨苏关 便曾吃过苦头 卢元江湖阅历 云云不及同侪 如何能吃对手 当下放开了手 不再处理拉扯 胡媚儿哼了一声 点着了火车 卢元看得明白 此处洞穴还算宽敞 月莫十尺见方 有抗有道 只是地下满是泥灰 想来久无人居 正看间 忽听胡媚儿冷冷地道 拿来 卢元别开头去 道 拿什么 胡媚儿见他洋装不知 不由怒道 玉玺啊 我已经带你逃离毒手了 你还不把玉玺交出来 你当姑娘闲得发慌吗 卢元掩望黑城幽暗的洞穴 心里满是寂寥 忽然间微微苦笑 对问话毫不理会 胡媚儿大怒 他生平杀人不计其数 仅一位众人便曾吃多他的苦头 当即冷笑道 傻子 你不给我 难道我不会自己抢吗 受死吧 浮尘挥出 便往卢元脑门扫落 浮尘卧饼 乃是金刚所致 夹杂内力 冲击之下 自能将卢元当场打成重伤 堪堪打到脑门之际 那卢元人是不理不睬 只是低头领受 胡媚儿惊怒交加 喝道 你干什么 为何不挡 卢元将婴儿放了下来 黯然道 胡姑娘 你一会儿拿着玉玺回迎 他们必然问你孩子的下落 你与其两面为难 不如现下打死我 这下姓名是你救的 现下还给你 别无言言 胡媚儿笑了起来 吹道 傻子 我让那孩子做傻 你以为陈罗珊那把疯子 值得动我 我夺着玉玺是为了江大人 卢元醒觉过来 访问道 江冲也在找玉玺 胡媚儿叹了口气 道 江大人情势危急 不能没有玉玺救命 我此凡替他处理 也是了解故人之情 也不知能不能帮到他 卢元面容苦涩 自柳王天死后 朝廷剧灭已然大乱 便以江冲之尊 也是自身难保 他想起 顾千禧一家的安危 悠悠辩道 胡姑娘 北京情势如何了 胡媚儿冷冷地道 戒严呢 还能如何呢 说着又喝道 姑娘没空与你闲聊 快把玉玺拿出来了 卢元嗡了一声 当下从怀头里拿出物事 胡媚儿定惊一瞧 他手中却是个药包 却是先前在深行里拿走的 哪里是什么玉玺了 胡媚儿见卢元端风卖傻 自在那婴儿额头上擦药不休 只把自己当做了木头人 忍不住尖叫一声 身足便朝卢元学到踢落 卢元这回却是不坐以待毕 身子威胁便已闪过 胡媚儿连踢数回 却都踢他不着 忍不住大怒道 你不是不怕死吗 怎又闪躲了 卢元回望胡媚儿 两人目光相对 胡媚儿原本冷笑不休 带见卢元的目光 满是孤单悲苦 似有无数心事等着倾诉 胡媚儿心里微软 冷傲的笑容渐渐止息 他避开卢元的眼光 低声道 卢元 我已经一月带你离城 你是不是也该把东西给我了 说也奇怪 原本理直气壮的话 此时他却口气低软 似在求恳一般 连胡媚儿自己也觉得纳闷 两人默默相棒 鸽子无言 洞内火珠盈盈 洞外雨水犀利 胡媚儿静静听着雨声 西北少雨 沿冬将至 这场雨恐怕是今年 最后一场干领了 他又咳了一声 正要说话 呼听卢元道 胡姑娘 多谢你救我姓名 我都天黑 雨额下得大 不如你流速一晚 等凌早雨停了之后 拿着雨洗再走 可好 胡媚儿疑了一声 不知卢元有何应谋 不由眨了眨眼 他身为江冲手下爱将 更是武林间 人人不齿的妖女 卢元让自己这个 诡计多端的魔女 陪在身边 绝难讨得什么好处 他行起一事 当时插起了腰 横眉冷视 冷笑道 哼 好啊 堂堂的壮远郎 也想趁机学坏吗 假借天雨流速 趁机偷乡 胡媚儿多立江湖 怎会不知这些下流伎俩 这帮坏男人 幸好余色 要不趁着夜间 饮食偷下迷药 再不半夜 迟到过来逼近 将来十之八九 这状元郎 也是一般活泽 他瞧着卢元 见他愿望八尺身材 比常人来得高大 在家见眉薄唇 宽肩瘦腰 颇有应听之气 这般好模样的男儿 不易勾引 半夜若趴了上来 算得上自投罗网 胡媚儿心里开心 媚眼灯食声波 燕然笑道 想 姑娘陪你一晚 明日一早 你可得把玉玉给我 两人面面相去 卢元再也忍耐不住 傻时泪水夺筐而出 也面倒 谢谢你 虔诚茫茫 在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中 失去了固有与功名 孤独旅人难耐悲伤 终于泪洒秀山 胡媚儿见卢元生的体面 甭想多说几句调戏言语 待见他哭了起来 不由得心下一惊 话到口边 居然莫名其妙地 苏流回去 他难耐好奇 想到 好端端的 这家伙怎么掉眼泪了 他行上两步 大亮着眼前的男子 想问什么 却是毫无头绪 胡媚儿向来口齿凌厉 每日里与汪公大臣 打情骂俏 无往不利 其料此时想通 卢元说话 居然找不到应酬 当可算是生平第一怪事 他满头雾水 猜不透情有 忽然醒起一事 忙道 姓卢大 你 你饿哭了吗 要不要姑娘 帮你找吃的东西 此音一出 自觉荒唐不堪 忍不住 放声笑了出来 卢元听他发笑 灯时醒觉过来 忙道 啊 是该吃饭了 在下过去准备 请您替我照看孩子 说着 将云梦泽挂在腰间 便又朝洞外去了 卢元勾罗着身子离开 他知道 自己逃过了 第一晚的苦悲 不知为何 他今晚很怕独处 他就是不敢 独自面对黑沉的煽动 狐媚尔虽是 人人恐惧的魔女 但有人陪伴说话 总比自己一个人 发呆害怕来得强 闹哄哄地朝腿打架都成 就是不要一个人 眼看卢铁头反身离开 此时 婴儿玉玺全在洞内 统统留给了自己 唐要偷窃 自是一如反掌 狐媚尔满心惊恶 宣思道 这人是疯子还是傻子 本姑娘杀人不眨眼 她难道不怕我把玉玺带走吗 呸 想在盘窥死 权情试探 看我写死你 她想来读了 什么时候把人命放在眼里 当即冷冷一笑 取出婴针 便问那婴儿辞去 想瞧瞧如云 是否窥死一旁 婴针将落 那婴儿睁眼望着 蓝晃晃的肩针 一时破感好奇 小手一挥便朝婴针摸来 狐媚尔尖叫一声 盲将婴针荡开 她虽然随身带着解药 但那药性异常霸道 倘若那婴儿无端重征 便算给她救活了 日后怕也体质受损 再也长不大了 狐媚尔经关服定 连她自己也吓出一声冷汗 卢云要是躲在洞外 必然活活惊死 她哼了一声 想到 这姓卢的当真出洞去了 这疯子倒也是个人物 明白是柳王天的走狗 却能见得过我 她嘴角随时挂着冷笑 却把婴针牢牢包入手帕之中 收入腰囊 就怕无意间弄伤婴儿 狐媚尔打了个哈欠 正想见要如何对付卢云 不听啊啊欢笑声传来 狐媚尔疑了一声 低头去看 就见那婴孩伸着双手 好似要自己来抱 看她吃了药后 精神负振 已然活转过来 狐媚尔微微一笑 逗弄道 小鬼 你小小年纪 也想占阿姨的便宜吗 她心存温柔 便想抱她 正要伸出手去 忽然兴下疫情 忙将手输了回来 想到 好端端的 可别动了温情 无端着活上身 狐媚尔低头不动 只细细回思卢云的举止 她行遍江湖 年前毒死张之月 残害过好阵将 不知与多少男子 还交过手 可却从没见过 这般奇怪的男子 这人殊勇不勇 说切不切 先前与萨摩基战 虽此不详 可现下却像至丧家之犬 连番求恳自己 此人用意奇怪 让人猜想不透 她冷眼望着婴儿 只哼了一声 暗寸道 这小鬼是雷王天的种 可真奇怪了 这姓卢的 竟与秦仲海的魔头亲近 却怎的不把孩子 留在怒苍山 却要下山来 东奔西跑呢 瞧着瞧 忽然看到那婴儿 头上的刀坑 想到卢元娥上 也有一剂 同样的刀伤 心下瞪是了然 我可傻了 秦仲海的魔头 何等厉害 怎会为了一个孩子 和朝廷无端开展 管他卢元多大面子 八成是不肯收了 他暗暗冷笑 惊道 哼 世上的傻子 毕竟不多 姓卢的季风又傻 白痴也似 看这帮疯子 再多几个 歪路都给他们走直了 他嘴角喜起 冷笑中狐骂一起 无聊间生了个懒腰 惊道 姓卢的家伙真慢 不过去捕着小鸟来考 怎的这么久呢 他先腰后仰 双臂伸直 正要发出哈欠 忽然间灵光闪动 忍不住斩棘生来 惨叫道 完了完了 这帮无情无义的男人 哪能有什么好心 好啊 姓卢的家伙 把孩子扔给我 自己逃走了 几个时整间 冷眼旁观 只见这位 装眠大人 白白无奈 偷偷将那婴儿 送入客店 只盼好心人 将那孩子抱走 那时 胡美尔看在眼里 眼眶都红了 很想卢云是个好人 哪知世界男子 最是凉薄 一看他还有点良心 立即把这婴儿扔了下来 他却独自 逃之夭夭了 胡美尔自知 坠入烂滩 自己若想脱身 唯有忍心 扔下这无辜孩子 他听着动脉 稀里里的雨声 想来此刻 卢云早已逃回天水 说不定 还已过了车 正在返京路上 热乎乎的水着 胡美尔越想越怒 啥时尖声叫道 卢云 胡云走到外 传来脚步声 卢云那卷舌观话 响了起来 姑娘何之吩咐 在下这里听着呢 胡美尔邪目望去 面前一个高大男子 满身雨水 手上提了两只死兔 正次缓缓入屋 胡美尔脸上一红 自知错怪了他 他呸了几呸 整理衣衫 站起身来 喝道 哼 拿来 我来烧烤 卢云摇头道 啊 不老姑娘啊 五少爷一见 不能多试鄙视 吃饭打打之时 在下最是享受了 胡美尔听不懂 他在说些什么 冷眼旁观中 但见卢云在灶下 滔滔摸摸 居然找出了两只破瓦盆 他从动脉 接来满满一盆水 自行包皮生火 便要烤食 此时已在深夜 天黑雨大 了来敌人 不易察觉吹烟 卢云便烧烤起来 不多时 香气四溢 卢云便取出 袁猛泽 切了盆香喷喷的烤肉 另又烧了几只肥大军菇 胡美尔见他 拿着宝剑切兔 不免有些突兀 正想出言取笑 忽悠想起药部里的 那场打斗 忙问道 喂 你怎么会是昆仑剑法呢 卢云忙于烧煮 斗听问话 当时醒觉过来 仿在他与萨摩坊队 危机中 居然从那本经书里 找出活路 这才以神奇招式 杀退了高家两名考手 他放下长剑 打开了包袱 将那本经书取出 口中说道 哦 那时我性命垂危 无意间从这本书上 看到剑招 便一样画葫芦一番了 回想剑神卓灵招 在时之时的威风 胡美尔不由的心中呈现 忙道 可以给我瞧瞧吗 卢云想也不想 随手把经书送了过去 胡美尔接在手里 心中一个兴奋 寻思道 我先下要是发出迎针 一下杀了他 这本书便是我的了 恶念辅出 正要偷偷杀人 忽听卢云道 在下不善见招 这本书姑娘若是喜欢 不妨拿去吧 胡美尔大吃一惊 武林秘籍 价值连城 高手未求一套精妙武功 上天入海 无所不求 这人岂能如此大方 他柔露柔眼 好似见到什么怪物 慌道 啊 你 你自己不练吗 卢云背着身子 自在切肉烧煮 听他道 此书并非在下所有 不知是谁 错放在我的行囊中 恩是无主之物 陷下兵框马乱 我也无暇寻放施主 姑娘与我有救命之恩 若是喜欢 不如收下吧 日后也好带我 物归远处 我美尔听他说得 十分大方 不由得满行迷茫 寸道 这人与我萍水相逢 怎能这般好心 看他八成是卢勒副本 再不便是在纸上 沾的毒药 却要来对付于我 他冷冷一笑 自己毒工威力无穷 怎怕这些雕虫小技 当下便斩夜去毒